欢迎收看明示国际新闻 我是刘芳慈 首先给您最新的消息 现在武汉肺炎肆虐全球 其中日本灾情相当的严峻 确诊数已经破了9000人 为了遏止疫情持续的蔓延 就在刚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亲自宣布要把日前已经宣布实施的 紧急事态宣言再度的扩大到 全国47个都道府县 安倍晋三上个星期才针对疫情 比较严重的东京等等 7个都府县发布了紧急状态 但是眼见各地的疫情持续升温 疫情同样严重 却没有被纳入紧急状态的爱知 还有京都等地就自行宣布 进入紧急状态 为了避免疫情不断的扩大 超过各地医疗系统负荷范围 日本的中央政府 今天下午先召开咨询委员会 征询专家的意见 在台北时间今天晚间7点15分 再度召开政府对策本部会议之后 宣布将紧急状态范围 扩大到全国 呼吁民众减少外出 期限和之前的7个都府县一样 事先占定维持到5月6号 的确现在不时的传出 日本各地医疗资源已经不足了 但同时也传出很多疑似染病的患者 他们被好多家的医疗机构拒收了情形 甚至有民众说 他被超过100间的医院或诊所给拒绝 现在为了改善这些 因为医院害怕引发院内感染 所以这个引起的医疗人球问题 日本医界计划采用更明确的筛检 还有送院分类 尽可能的改善乱象 人球第一重灾区目前是美国 有超过63万人确诊 3万多人被夺走性命 但是总统川普竟然已经打算说 要在5月1号复工来赶快挽救 已经饱受打击的经济 但是有好几个州政府 还有美国基管中心主任 都抱持相对谨慎的态度 认为其实美国恐怕要等到明年 疫苗问世之后 才会真正的比较安全 的确现在疫情一直持续当中的 又有新增的确诊患者 知名的CNN主播郭默 他日前隔离在家 但今天传出 他的妻子也遭到感染了 他的哥哥 同时也是纽约州州长郭默 现在纽约是全美国疫情 最严重的地方 也下令外出时 民众一律都得戴上口罩 而空污很有可能是造成 武汉肺炎的患者 更容易死亡的原因吗 因为这是CNN报导指出 位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 实习者圣约翰郡 人均武汉肺炎死亡率 一度是全美各郡当中的最高 那么由于当地是化学厂 和工厂林立 所以居民怀疑 空气当中飘散的化学污染 恐怕是帮凶 美国西岸的洛杉矶市 最近确诊人数急速飙高 破万人 死亡人数也超过400人 那么市长就说 包含演唱会体育赛事 这种大型的活动 统统都要延期 可能要延到2021年之后 才可以举办 但没有想到 位在五大湖区的密西根州 却有一堆民众 他们对此呢 是刻意不戴上口罩 甚至还上街示威 抗疫现在进行的居家隔离政策 影响的还有很多的大型体育赛事等等 像是大家喜欢看的大联盟 NBA还有职业冰球这些赛事 很多人都希望说 可以尽快回来举行 那么美国首席防疫专家佛奇提出 如果要复赛有三大条件 那就是要闭门打 球员完全的隔离 还有球场每个星期要减疫消毒 8例的确诊案例 已经连续五天创新高 目前总确诊数突破了27,900人 累计死亡超过230个人 那么大多的确诊案例 都是集中在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 所以莫斯科当局也决定 从15号今天开始 要实施新的管制措施 不管你是要开车进程 或者是搭地铁的 通通都要检查身份证 实施完全的实名制 那么另外为了救经济 总统普廷也宣布了新的 中小企业索困方案 也让临近的中国清零破功了 东北部的黑龙江省首当其冲 哈尔滨最近接连出现了 23例新增的本土病例 当地民众不敢返回工作岗位 那么追查发现 林浩病人是一名留学生 当局赶快公布确诊者的活动轨迹 那么也是从昨天开始 针对道外区还有公园等这些公共场所 执行严格的管控措施 也开始实施软封城 那么哈尔滨卫健委主任 还因此遭到拔关 哈尔滨市场也被约谈 方式宣称现在境内 大概是比较缓解了 卫健委通报 在今天一天新增的确诊人数是46个人 当中就有高达34个人 是境外输入的 那么没有新增的死亡病例 病原地湖北还是双重零新增 确诊和死亡人数都挂零 但是多了37个无症状的感染者 湖北省下疫情是照计划退烧 所以之前来加入行列的这个雷神山医院 就按表定在昨天关闭了 所有的国家医疗队全数撤出武汉 那么很有可能就是要前进 我们刚才报道当中所看到的 最近疫情相当猛爆的黑龙江随分合 国会大选有两个亮点 好除了是疫情爆发以来 民主国家的第一场全国大选之外 甚至还出现了第一位脱北者当选 那么当然也格外受到全球的关注 南韩执政党共同民主党阵营 难关了这个五分之三的席次 成为南韩媒体当中的超级执政党 那么在国会全部300席当中 获得了多达180个议席 另外最大在野党未来统合党 还有外围的未来韩国党 则是拿下了103席 共同民主党还拿下了首尔八成以上的席次 代表在野党的前北朝鲜 驻英国大使泰永浩 他确实在江南区 打败了执政党的候选人 成为史上第一个选上国会议员的脱北者 南韩的中选会统计 这次投票率有达到百分之六十五点一 是历年来国会大选中最高的一次 除了正义党获得了少数席次之外 第三政党的势力大幅缩小了 新国会将会呈现朝大也小的局势 等于是重返了两党体制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总统文在寅 他因为成功控制住疫情 也意外成为执政党的助选利器 好 疫情来到英国 武汉肺炎的疫情也是相当严峻 超过一万两千人染病身亡 那么一名九十九岁行动不便的老兵 他还特别帮医护人员发起了募款 他发愿用辅助器在后院走一百圈 希望大家可以捐一千英镑来给医护人员 没有想到回响非常的热烈 他总共募到了一千两百万英镑 约折合超过新台币4.6亿元 从中国武汉爆发出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迅速的蔓延到全世界 造成至少两百万人感染 还有超过13万人死亡 那么国际通讯社美联社就提报 根据他们秘密取得的中方一个会议内部文件 原来证实说北京政府其实早就在1月14号 知道这个疫情有人传人的可能性 可是却一直等到1月20号才第一次的对外发出警示 不过对此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竟然回应说这些指责中国隐瞒疫情的声音 是在亵渎中国人的牺牲 发出了13点声明 反驳我们台湾人在纽约时报所刊登广告上头提到的诉求 对此中的蔡英文在今天就打脸WHO 说你们发布的这13点声明 不是正说明了台湾参与都不完整吗 那么回顾疫情之初 台湾就写信给WHO示警 世卫不但没有回应 还不认账 那么如今美国白宫也发出新闻稿来认证了 说台湾早就在去年12月31号告知这个病毒会人传人 但是是WHO自己没有公开 逼台湾那么其中立场相当亲近中国 这个的秘书长谭德赛 他在记者会上呢 被日本NHK的记者问到说 美国国务院也批评WHO不重视台湾当初12月31号的市警 跟这个全世界来公告疫情 你们恐怕是政治考量 凌驾于全球卫生 但是对此呢 谭德赛还是避而不打 改成其他官员代打 甚至还祭出联合国2758号决议的 一个中国原则来当成挡箭牌 对此我国外交部是气炸了 说这根本是引用错误 强调台湾不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立场很明显的是倾向中国 那么也被世界各国骂翻了 台大政治系名誉教授 民居政就提报说 谭德赛他属于伊索比亚极左派的 提格勒的人民解放阵线 所以这个阵线呢 共产党的色彩是非常浓厚的 曾经在伊索比亚大规模的进行 磨杀滥捕 还曾经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 那么他也提到 谭德赛还是重要领导人之一 不只是邦给也利他 我们捐赠国际社会口罩 不过德国政府发言人日前在一场记者会上 就被问到说台湾捐赠口罩的这件事情 他竟然刻意以其他国家来称呼 绝口不提台湾 也没有表示任何的感谢 这让一位长期驻台的德国记者 白德汉 他不满就在脸书痛批说 简直是可耻 五国外交部则是回应说 敬国际社会成员的应尽义务 我们也不期待别人 一定要感谢 人苦中作乐 把自己笑咪咪的照片 特别贴在防护衣外头 这样子也能 拉近和病患之间的距离 为了杜绝武汉肺炎病毒交叉感染 底线的医护人员都是被迫穿上防护衣 但是真的是又热又闷 那么层层装备对于病人来说 也是倍感威胁 美国有位医生就想出奇招 他把自己笑咪咪的照片 特别像这样子贴在防护衣外头 一来方便可以认人 因为都被遮得紧紧的 二来也可以拉近 和病患之间的距离 结果备受好评 一场生活度过疫情的 这是师生 因为美国各级学校 目前都是停课 但不停学 改采线上远距离教学 不过也先请了一场学习革命 对于老师 学生还有家长来说 都是一大挑战 民众现在在公共场合 要佩戴口罩 连没有戴口罩习惯的美国 开始也建议民众外出的时候 要用一些布料 来遮住你的口鼻 那么在医用口罩 供货吃紧的状况之下 不少人也开始自制口罩 我们带来看 这是越南河内 有设计师把精美的 传统刺绣 融入口罩 希望可以借此 让一些不戴口罩 防疫的人 改变想法 这个第一大的德国 经过四周的锁国之后 疫情逐渐缓解了 指标性的德甲足球联赛 酝酿重新开梯 我们在民事提议新闻 会给您完整的报道